我先说这个印度的这个常规潜艇 印度的常规潜艇最牛的 就是买了十艘 877-636 击落级的 俄罗斯的常规潜艇 这个常规潜艇还是不错的 世界上算是一流的 虽然现在服役三十几年了 但是算是世界一流的常规潜艇 号称大洋黑洞嘛 对不对 是苏联时期造的 现在俄罗斯经过改进以后 那这个潜艇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里头呢 就是买了十艘里头的 第六艘这个潜艇 叫辛多拉克沙克号 这一艘潜艇呢 然后这个 在2013年的8月14号 停在南部城市 孟晚造船厂 这个孟晚造船厂我还是去参观过 停在这个孟晚造船厂 结果晚上突然爆炸了 船上所有的人都死了 这个潜艇还沉没了 哎 这怎么回事啊 最后经过调查 调查以后发现这艘潜艇创了好几个第一 啊 第一次用导弹 击沉潜艇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用导弹击沉潜艇 因为导弹是在大溪层里边飞行 它可以击沉舰艇 啊 击沉航空舰 击沉驱逐舰 击沉舰 但是这不能击沉潜艇 潜艇是在水下的 啊 说这个导弹能不能击沉水面状态的潜艇 存在可能性 但是也很难 因为潜艇的科体 是奈亚科体 尤其是苏联俄罗斯造的潜艇 它用泰河金造的 一般的导弹带个100斤 100公斤200公斤的炸药 你想把一艘潜艇给弄沉了 这个难度很大 但是把一艘水面舰艇弄沉了 这个是可能的 对不对 你看那个美国菲茨杰拉德 本人间的一个 这个菲律宾 一艘集装箱船 装沉的德行 所以水面舰艇可以 它皮薄肉厚 是那样的 这是创造的第一个第一 就是用导弹把潜艇干掉了 第二呢 就是说 它第一次临时找了个垫背 把自己一个战友 另外一艘潜艇 给弄成重创了 两枚导弹嘛 一枚导弹 停里边自己爆炸 另外一枚导弹射出去了 射出去射到对过的码头上撞过来 以后把自己潜艇 另外一次潜艇给弄伤了 而且第一次 从内往外爆 导弹都是从外往里打 它从里往外爆 这个从里往外爆 有没有呢 以前有 但是是鱼雷 比如说库尔斯克号 库尔斯克号 它是发射鱼雷的过程当中 鱼雷没有发射出去 结果在舱内爆炸 就这样的 它这是导弹 在舱内爆炸 说什么原因呢 怎么这个 它晚上呢 它是在训练 在演习啊 干什么 它在港内进行啥演习啊 它是那天晚上 这18个人在那值班 值班呢 这18个人去俄罗斯 俄罗斯呢 就是维修啊 这个潜艇 中修 中修的过程当中呢 装了一个新的武器 叫做俱乐部S导弹 装了一个新的武器 就是在这个 北德文斯克造船厂 俄罗斯的 在那个地方修 这个换了训练池 装了新的俱乐部S导弹 装了石头印度的 自己新的什么声纳呀 通信设备呀 冷却设备呀 雷达呀 交付印度了 开回来 挺康幸啊 这个今天晚上值班的 这18个官兵呢 都是去 到俄罗斯 北德文斯克 去维修 去培训 回来以后都是技术尖子 晚上值班的时间呢 大家说咱们 闲着是闲着 这个 这个兵得靠练呀 咱们闲着没事 咱们晚上练练兵怎么样啊 练兵不是说看手册 练兵开始装导弹 哇 这个装导弹 最好不要晚上折腾 而且18个人 一般的装导弹的时候 是高危险性的动作 对不对 要暗上和 挺上要配合起来 啊 他挺上自己就干什么 都是实弹 他挺上就开始干起来了 啊 但是说这个导弹 是不是得拿吊车 什么吊进去干什么 装鱼雷 大家看到 装鱼雷 那是从岸上往那拿大吊车 没有 他就在弹上 在那个 那个架子上放着 这个导弹不是垂直的啊 大家脑子都不要想美国那种导弹 它不是垂直发射的 它是通过鱼雷发射管发射的 鱼雷发射管 六个鱼雷发射管 要么就发射鱼雷 要么就发射导弹 这个导弹跟鱼雷差不多大小 也 看他有翅膀 鱼雷是没翅膀的 这个导弹 因为在 它是反舰导弹嘛 水向发射出来之后 就是通过鱼雷发射管 发射出来 发射出来 游出 游出以后出水 出水以后呢 然后他就进入大气层 就开始飞行了 飞行的时候 他有翅膀 水平翼和垂直尾翼 在鱼雷管的时候 他是都伸缩似的 都缩进去了 自己装装装 装好几枚挺正常 他也挺高兴 不错 六枚都装完了 前舱装完了 装完了说还有两枚 另外再装短路了 短路之后呢 直接有一枚就发射出去了 有一枚在舱里头就爆炸了 爆炸了以后 叮光一爆炸以后起火 起火以后就开始 内爆 由于这个在港内停着 停着以后呢 好多这个水迷门啊 也没来得及关 啊 这个指挥台围壳上面也开着 在艇内的时候 指挥台围壳就是 大家看着潜艇很高的 那个上面 是人员进出潜艇的 一个出口 都开着 其实啊 他们要有经验的话 就是你不是装导弹吗 是在鱼雷舱装导弹 在鱼雷舱装导弹 鱼雷舱出现爆炸之后 你不是18个人都在鱼雷舱 你还其他舱的还有人呢 你赶紧把水迷门关上 就是这个时候呢 鱼雷舱就会进水 进水以后 但是这个艇呢 有六个耐压舱室 就是说 乡林两个耐压舱室都进水 它还成不了 储备服务力有30%以上 你把水迷门关上 所以当潜艇兵 我原来当过潜艇兵 有个习惯 你出来说就算人进门出门 你要有习惯把门关上 关上水迷门以后 那个舱进了水以后 它不会到这个舱里来 结果停在港里头嘛 大家都休息嘛 也没是作战的时候 所以大家就忘了这事了 结果前舱进了水 开始不断的往后舱来 一个一个一个 一会儿就沉了 一会儿就沉了 其实呢 以前啊 这个也 也发生过类似的 起火爆炸事件 比方说2010年 当时也是停在港内 停在港内一般的利用暗电 暗上的电 然后给这个许电池充电 充电的时候清气泄露 泄露以后起火爆炸了 死了一个工程师 两个人受伤了 三年 这艘艇 同样一艘艇 发了两 发生了两次恶性事故 都是停在港内发生的 这都是说明 这个舰 他的训练 他的规章制度 不严格 你就是行政管理吗 你的管理不严格吗 你再赶上值班的人 值班的人 你顶多看看书 怎么自己真的整 整起操作来了 你操作也就完了 你模拟操作 我原来当兵的时候 当过号手的 我是操作的 操作是一令一动 上面说 把开关打开 开关也打开 左满舵 满舵 你得有命令 有回令 自己摸索摸索 几个哥们在那装起导弹了 你这是什么军队 对不对 那么这样 哎呀 这个基洛级 这是可惜 基洛级还是一个 很好的潜艇 你虽然说 我就说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 它不是决定的因素 决定的因素 是人而不是武器 你这个多好的一艘潜艇 这个1995年 圣彼得堡 做船长造的 97年下水 下水以后 当年就服役 这个 这个 俄罗斯啊 我经常说 俄罗斯弄别的不行 现在造航母造不出来 但是 造核潜艇 造常规潜艇 造飞机 那俄罗斯大拿 俄罗斯大拿 这个 这个潜艇2300腿 我们中国也卖了 我 我上这个潜艇上去过 上这个潜艇 六个 六个娱乐发射馆 是这样的 导弹 说他这个导弹 不错呀 一枚导弹 就能把一艘潜艇 给炸成了 那是主要是 从里头往外炸 啊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哈哈 对不对 这个导弹呢 这个叫俱乐部S 啊 这样的 呃 这个导弹还是不错的 俄罗斯的导弹也很好 啊 比方说超音速导弹 俄罗斯是有名的 这个导弹呢 固体助推 啊 这个 发动机是固体的 啊 这个弹体八米长 跟鱼雷 长度差不多 战斗部200公斤 所以这算很厉害的 超音速的很厉害 这导弹打水面舰 就可以 没想到 第一次实验 就在印度自己的潜艇 里边给干了一天 来了 炸成了 炸成了 炸成了以后 这怎么办呢 好多人家属说 这个这个这个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 人现在死了 现在尸体的那个全尸得找找啊 所以这 打牢啊 啊 就要求政府打牢 这打牢 政府就开始找打牢公司 看谁能干这个事啊 这个一通的谈合同 降价钱 然后这个相互推北 这办事效率 印度办事效率 就拖他啊 一推六二五 折腾折腾折腾 各种不科普 折腾十个多月 2014年 1月份 打牢出水了 打牢出水了 其实 它这个是在港口内部 水深 也不是太深 又是靠码头状态 潜艇 它这个东西 相对来讲 比较好打牢啊 比较好打牢 所以说 折腾了十个月 才打牢出来 这个 说起这个打牢 陈船啊 中国还是比较牛的 2014年4月 不是 韩国有一艘 四月号吗 一开始翻译成 岁月号 以后人家 韩国纠正 我们叫四月号啊 死了三千人 死了三百人 这个船呢 这个满载吧 哈姆朗当算 将近一万吨 啊 城市 城在水下 四十五米 这个要打牢啊 不打牢 那家属 你看三百个人呢 家属不干啊 啊 不干 不干以后 就找到中国 上海打牢局 啊 就是组织打牢 总之打牢 采取的什么办法呢 上海打牢局 出了两千多人呢 啊 这个这个这个 准备了三个多月 实际上这个 打牢就用了三五天 就把这事干完了 实际上 他采取了什么办法呢 舶船 两个舶船 把他抬起来 从水底下 把他抬出来 抬出铝水 三米的时候 然后放到这个 拖船上 给他用拖船 给他移位 一位 一位就放到半潜 拖船上去 咱们就这次去 那个吉布提 有一艘船 两万吨 是一个叫东海岛号 是一个半潜船 这个半潜船呢 就是 从中国往吉布提那去 装了一个一个的集装箱 装了一个一个的集装箱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平台 哎 他就像一个集装 集装箱船 一个一个集装箱 就相当于搬家公司 把东西放到集装箱 运的集装箱 他就说这个 你用集装箱船 就完了用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半潜船 这个平台 你看这个平台啊 到时候他可以往下注水 往这个舱室里边注水 就像潜艇似的 注水 他能注到水下十米去 到那个沉船下头 一天地上的 把你兜上来了 就这样 像那个插车似的 直接给你兜上来了 啊 这个厉害 就是他用这种半潜船 给他弄出水面来 整体上浮 靠岸 就这样的 啊 这个中国好厉害 啊 中国好厉害 啊 就是说 印度呢 他就采取了一个 自己折腾漫天 因为印度他就打到 你想想他的护卫舰 在船屋里边 哎 怎么好好的翻了 在船屋里 那些阴沟的翻船 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发微博说 我说三哥 你翻了翻了 你赶紧把那个屋门 关上注水 注水 以后水涨船高吗 对不对 然后往那边 舱石里边给他注水 他不就扶正了吗 啊 印度他脑子 有时候不太好使 啊 不太好使 喝那个 这个恒河水 喝多了啊 啊 打漏出水以后 你说他怎么想的 这个船沉了 是爆炸沉没的 沉没了 在水下待了那么长时间 把他打漏出来 打漏出来以后 他想 哎 我又能修修的话 说不定 他又是一个新的潜艇呢 这么老远 拉到北德文斯克船长 又把他拉到俄罗斯去修 俄罗斯看了看 这个可以 差不多能修好 啊 弹钱 啊 花了八千万美元 用了七个月的时间 又让人家敲了个竹杠 一个冤大头 白花了一堆钱 最后人家告他 你这修不好了 修不好又拉回来了 这真傻子 脑子不好用 拉回来又放到孟买 孟买这个海军码头 海军码头也没有用啊 啊 今年的六月份 印度海军说 那这个 这个算了吧 放这地方也碍事 把他上面领不件 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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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潜艇还能用的用 拖到阿拉伯海 丁光五六给炸沉了 你说他干事这么干啊 这个潜艇就算彻底出击了 十艘潜艇还剩了九艘啊 这个击落机潜艇呢 买来以后啊 就不断的出事 啊 咱们说孟买 孟买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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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海军码头 啊 2010年的时候 人家那边一艘击落机潜艇 停得好好的 这艘击落机潜艇 出海回来 回来以后 丁光 帮人家给撞 撞坏了 这潜艇撞一下 没什么太大事 因为他太硬了 啊太硬了 两个大钢球撞一块 没事 最后人追责呀 海军追责呀 追责以后就是 艇长说 哎呀这擦擦碰碰的 这是经常的事啊 就是脑子 拿着事故不当回事 一个再小的事故 你要接受教训 啊 就是这个 我看美国 呃 以后当到太总司令 一个人说 他说 有一次 他刚当舰长的时候 指挥不慎 碰上了一个浮标 这件事情 让他自责了11年 就这个阴影就去不掉 你作为军官要这样的 哪怕是一个小的 擦碰事件 你要自己引以为戒 对不对 你防止下次出现大的事情 这是潜艇撞潜艇 啊 2008年那一次 也是另外一艘 纪录机潜艇 从俄罗斯大修 大修回来以后 潜航状态 这个潜艇啊 有几种航行状态 啊 我给大家说说 有一种呢 叫水面航行状态 我们在海边的人 一会旅游一会 经常会看到 我们中国的潜艇 处于水面状态航行 但是 哎 这不是潜艇吗 怎么水面状态 我就看到好几次 啊 我原来自己在潜艇上 经常水面状态啊 是我反过来 呃 这个 呃 有时候做舰艇啊 我就看到别的潜艇 在那也是水面状态航行 为什么水面状态航行呢 因为黄海和东海的水 比较浅 比较浅 最重要的是 下面还养海带 海带产舰艇嘛 这梗就这么来的 啊 所以说水面状态 状态航行 水面状态航行 这是一种航行姿态 第二种姿态 就是 潜航 哈 一个猛子扎起 水下100米 200米 300米 这叫潜航状态 这两种状态都不太容易出事 最危险的事 是第三种航行状态 啊 叫通气管航行状态 什么叫通气管状态 就是说 这个潜艇的柴油机 它能够运行 是靠有氧气 氧气 是燃烧必须的 那在水下怎么能氧气呢 就弄了一个大管子 伸出水面来 水面上的氧气 进去之后 供柴油机 工作 这一个大管子 有多长 十五六米 这样的 所以 一般的距离水面 大约10米到14米左右 是通气管状态 一般在通气管状态航行的时候 一个通气管要伸出水面 同时雷达和潜望镜要伸出来 你这个通气管伸出来 如果上面正好有一艘船呢 这个人不就撞上了吗 你得要观察 潜望镜状态要看 大家看那个 潜艇上下边 跟那个潜望镜抱着 一只眼睛看 那是潜望镜看 可以照相 还有夜视仪 雷达必须伸出去 要看周围的这个 这个状况啊 有的要看飞机啊 有的要看舰艇啊 周围的商船什么 要看 这个船呢 在这种危险 深度航行的时候 什么都不开 雷达不开机 潜望镜也不伸起来 砰一家 跟一个商船就撞上 你说这训练 这不是胡闹吗 对不对 盲人 骑瞎嘛 闭着眼睛走 砰一家 撞树上了 就是撞哪算哪 你是这样一艘潜艇 就是训练 就是完全就是不靠谱 常规潜艇 说起来一共13艘 13艘呢 现在还剩了9艘 基罗机 4艘 209 209 是德国很老的潜艇了 这个 一般的算法 13艘常规潜艇 按照三分之一的出勤力 那 那三五一十五 三四一十二 那就是他的出勤力 也就是四艘 对不对 那剩下的干什么 剩下的正常的 有四艘在维修 也就是 日常能出的七八艘 七八艘也就是 保持一半的出勤力 那就是日常作战的 也就三艘到五艘 最多了 就这样 而且他这个印度的潜艇 大部分都是服役 将近接近 三十年的服役期了 现在到了退役高峰了 使用率也不是太好 印度呢 从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苏联还在了 1988年开始租借苏联的 C级查克拉号核潜艇 以后呢 这个1991年 苏联解体 就把这个潜艇归还给人家了 印度一直感觉呢 租借苏联的核潜艇 使自己发展核潜艇的 一条捷径 所以到了俄罗斯时候 又琢磨这个事 琢磨这个事呢 2004年 就是要租借俄罗斯的 一艘核潜艇 俄罗斯说 我哪有核潜艇租借给你啊 说你那个 阿库拉基不错 阿库拉基 哦 你这一说 那边还停着一艘呢 说造了半截 原来苏联是造了半截 这个停工了 没钱了 没钱了 没钱了说你们印度 要不是给点钱 咱们把这个潜艇造完 印度一听挺高兴 拿了七亿美元 结果这一折腾 折腾了好几年 最后把这个潜艇 总算把它 造完了 造完了以后 到了2007年海事 结果海事一出海 就出事了 有毒气体泄漏 潜艇是一个封闭空间 咱们说话难听不雅了 在里头 你说不能吃的东西太多了 不能吃蒜 我这人就喜欢吃什么 生大蒜 就很粗鲁的习惯 不能吃萝卜 吃萝卜容易放屁 你见人啊 你这么多 你说吃了蒜以后 大家闻着 这个蒜味 你吃了萝卜 又不止 它要么打嗝 要么放屁 这潜艇是有毒气体泄漏 你看这怎么出不去 也没有窗户 潜艇里头 你不要说打开窗户换气 排风扇 往哪排啊 周围都是海水 20个人死亡 20个人死亡 这没法交付了 这磨磨叽叽 从2004年就想租 一直过了十来年 这到了2001年才交付 将近十年的 七八年的时间 这个潜艇来了之后呢 这个印度还是学习 这个阿库拉还是很厉害的 9500吨 水下航索 达36级 钛合金的 这个攻击型核潜艇 很厉害的 学了不少技术 他是说我能用核潜艇 我就能够造出核潜艇来 就这个思路是很怪的 就像 我买了一个笔记本计算机 我一用了十年了 笔记本计算机 我自己一定要能造出一个笔记本计算机 你能造出笔藤芯片来啊 牛啊 我没听说谁能造出笔藤芯片来 啊 就是他就自己研制一艘 一艘这个 尖敌者 没想到上了贼船了 尖敌者的名声 就像光辉战斗机 阿雄坦克一样 成为印度 武器装备的奇葩 2000年开始造 啊 2016年8月服役 前后弄了16年 花了将近30亿美元出来了 大家说中国我们第一艘潜艇 核潜艇 是弄多长时间 啊 那个时候中速关系恶化 赫鲁晓夫在那搞乱七八糟的 啊 建什么联合舰队什么 把毛主席气坏了 毛主席下指示 核潜艇 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哇 那个家很厉害 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大家就开始 艰苦奋斗 啊 然后开始研制 设计 试验 5000吨呢 我们第一代核潜艇 第一艘船 长征一号嘛 401艇 现在退役了 这个今年的4月27号退役了 对不对 我们知道多长时间 1968年开工 1974年复役 啊 大家知道1968年到1974年 中国是个什么状态吗 文化大革命期间 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乱 我们用了六年的时间 把它整出来了 你说中国我们这个集中力量干大事 中国人要 啊 对不对 要想做什么事的时候 什么事都能干成 这个太厉害了 啊 三哥 折腾了16年 啊 这个在那 有一次还在上面发导弹 发完导弹以后呢 就是他自己测空 都完全不知道导弹跑哪去了 我就 我经常指导三哥 我说你那个方式导弹的时候 你自己那个核潜艇的位置 你定位了吗 诶 忘了 就没定位 不知道自己在哪了